准备阶段的演练 这里是中俄联合反恐军演的导演部大厅 现在导演部正在听取和审议 联合战役指挥部的战役决心 战役准备演练按计划 在沈阳淘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内进行 将持续三天 主要演练定下战役决心 制定作战计划 组织战役协同等内容 实施火力追击 地面战斗群攻占六号七号高地 它的突出特点是 中俄两军的战役指挥机关 进行联合组织筹划 联席会议决策 我们共同演练了 协调联合反恐战役企图 中俄双方战役指挥部人员 将根据战役计划 具体筹划实施作战行动 在研究计划过程中 中俄双方配合非常默契 据了解 战役准备演练结束后 中俄两军参演部队 将于26号举行实兵演习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24号宣布 因为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未能达成共识 他们已经正式退出了 对欧宝汽车的收购 北汽控股负责人表示 他们23号收到了美国通用 最新宣布的示意性竞标结果 北汽与美国通用 在你引入中国的 五款车型的知识产权问题上 还没有取得共识 这意味着北汽将退出 收购欧宝的争夺站 那么从现在来看 可能阶段性的竞标工作 暂时告一段落 那么我们参与这次欧宝竞标 我们坚持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我们并不是是买工厂 买机器设备 买产能 我们坚持的是参与 收购欧宝 必须首要的把知识产权放在首位 没有知识产权的转让 和获得其他的无从探气 从5月20号起到7月20号 北汽参与了欧宝股全转让 试异性竞标阶段的竞标 提出了对欧宝汽车 未来的发展计划 并递交了无法 的试异性标书 北汽控股开出了优厚 与竞争对手的条件 愿意以6.6亿欧元 收购欧宝51%的股份 在参与竞争的 三家公司的方案中 留给欧宝的股份最多 另外北汽要求 对方提供的政府保证金也最少 而且德国境内所有欧宝的工厂 也有望保持现有市场份额 但在欧宝知识产权的转让方面 没有达成一致 北汽最终只得退出这场争夺战 比较符合中国 包括亚洲市场 那么从未来角度看 它的产品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第二一点呢 我们比较看重的呢 是不管是从研发 到它生产制造 以及它销售网络体系 都比较健全 正好和北京汽车呢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与北汽一同竞标的 还有加拿大和比利时的两家公司 预计下周 德国政府将与通用汽车 对欧宝的出售预案进行联合评估 届是欧宝品牌的最终归属 有望水落石出 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华能集团 计划参与印尼的一家 煤矿公司的股份进购 华能有望成为中国第一个参与 境外大规模进购的电力企业 华能将要参与进购的公司 是印尼的第五大煤矿 博劳公司 博劳公司要出让51%的股权 市场预估价值10亿美元 博劳公司到去年底 拥有以探明煤炭可开采储量3亿吨 目前年生产销售煤炭1320万吨 属于发热量5000到6000大卡的优质动力煤 这次华能投标印尼的煤炭企业 我感到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 也符合我国鼓励电力企业向上游发展 鼓励走出国门战略的大的方针政策 这次华能集团率先走出国门 带了一个好头 目前国际煤炭价格对中国发电行业非常有吸引力 普遍在65到70美元一吨 低于国内市场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煤炭4000多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 如果华能成功收购印尼博劳煤矿 主要将供应中国东南沿海的15个电厂 此外博劳煤矿另外还有荷兰和日本两个股东 同时国际上还有四大公司也将参与进购 最后花落谁家 还有一系列的程序要走 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国际大巴扎 是乌鲁木齐市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在75事件之后 它已经恢复营业了 目前大巴扎期待着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俗话说没去过大巴扎就没到过乌鲁木齐 这里汇聚了独特的民族风情展览 小吃和演绎 第一次来这里的游客还真是有点眼花缭乱 除了旅游团还有许多游客是单身来乌鲁木齐游玩的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伯特 已经逛过了这里最有名的夜市 大巴扎重新开业以来旅游者不断增加 这对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无疑是个利好 不过商户们表示比起75事件发生以前 生意还是清淡了许多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柜台 他们希望游客们尽快打消顾虑 来感受一下新疆人的热情好客 当天可能有个二三百左右的游客 到今天可能有一千多 每天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在增加 国际打巴扎是乌鲁木齐市旅游业的名片 随着游客们信心的进一步增强 人们期待着这里会很快恢复往日热道的场面 中文台记者乌鲁木齐报道 雷达设备的信息化水平已大大提高 气象雷达主要的传组仿式是划船 在事件过程中我们的厂家 跟院校进行过程